在台灣演出的時候 因為馬克有說一句話說 這個角色跟這個漫畫 有點像台灣上半組的 面素利達姆 所以大家的反應一定是非常熱烈 等於把平常公司的狀況 非常 要說寫實還是誇張把它呈現出來 都有 都有 很血淋淋 然後也很奇幻 奇想的 其實反而是很寫實的我覺得 雖然我們演的 感覺上在舞台 我們在看戲的時候 覺得我們演得很誇張 但其實觀眾會笑 就是因為真的太寫實了 平常生活中 其實就是這麼誇張 他們笑完之後 然後就在心裡面默默的落淚 這麼複雜的情緒 這個是喜劇最高段的方法 因為是很有共鳴的 因為本身馬克他畫的三格漫畫 以及一個漫畫 他每天畫很多上班族 都要看他的漫畫賴以為生 對 因為他寫的就是 生活中會發生的事情 而且他用很簡單的方式 尤其現在手機一看 就可以知道他要說的是什麼 那我們把這些東西 除了加上我們排練 以及編劇的點子之外呢 我們也有把 馬克他這三格漫畫 複製貼上 然後用整人版的 在舞台上演出 大家看了還蠻開心 而且有共鳴 對啊 在台灣演的四十幾場嘛 觀眾最長的 最多的回饋是什麼 就是說 哇 怎麼跟我上班一模一樣 還是會有人去你們那邊留言 說你演的實在太像了啦 這樣子 你們最常聽到什麼樣子 我現場的回饋就是 要人真的很像沈文川 這麼無關是不是 沒錯 就是說 也是有觀眾很多留言 會說要人真的太帥了 不像裡面的老闆這樣 對 對 那我就覺得那些觀眾都說謊 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其實他們最主要 最真真真實的是說 他們這個戲一百一十分鐘 前面一百分鐘 他們都在笑 然後 笑到最後十分鐘的時候 真的是 有難過 因為他覺得 哇 我笑了一百分鐘的自己 我笑了一百分鐘 自己討厭的老闆 但是後面十分鐘 全部 全部從樓到尾講完之後 他們忽然想到說 哇 我就是過這樣的生活 怎麼那麼心酸啦 對其實我覺得尤其是上班族 更明顯 因為我們 當上班族的經驗都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在演出前是很緊張的 結果演出的時候 發現很多東西 我們自己沒有發現 上班族的根 他們都發現 然後都笑得更開心 對啊 劇中演員都一人分是多角 像是林佳琦除了演電梯先生之外 還飾演一個非常討厭的主管 對沒錯 就是 就是原著裡面也有的 叫做Charlie Charlie這個角色 那這個角色就是很典型的 那個主管就是會欺負下屬 會欺負馬克這樣的新人 然後來討好老闆這樣 一個雙面人 對然後我想大家 不管有沒有在職場裡面 或是生活當中 都遇過雙面人 都遇過這樣的情況 那我自己要扮演這樣 這麼機車的角色 其實 因為我這個人心地 也是很善良這樣 對 當然這是騙人的 對 又說謊了 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黑暗的一面 就把心裡面 譬如說常常在家裡 做了一些壞事或是什麼的 就是比較黑暗或是自私的一面 比如說會殺蟑螂 或是殺螞蟻 那一面 對那一面 或是說小時候偷父母的錢 說謊 這些東西 比較黑暗的一面 讓它放大 然後放在舞台上面 不然我平常真的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演這個角色真的內心很煎熬 所以說很好玩 我們大概講說當演員 大家最嚮往的地方 就是因為你可以演不同的角色 是 然後你可以 有時候你有自己的部分 可是有時候加入一些 可能跟你完全是相反性格的人物角色 在裡面 是